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291章 欧阳志的写报 洪志皇帝等萧静退下了 他放在轻轻地用手指节刻着暗毒 而这暗毒上依旧还是从锦州来的解报 洪志皇帝缓缓抬谋说 太子在西山如何呀 宫里人果然是套路深 方秦帆本来还预备着回答关于欧阳志的问题 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欧阳志只是掩然耳目而已 皇上要问的是太子 只是太子在西山的事 不便当着其他人面询问罢了 无论任何时候 皇帝陛下依旧是最关心诸侯赵的 无论当诸侯赵的面破口大骂 还是一顿狠揍也好 这一点天下人都明白 所以洪志皇帝突然问出这个问题 方秦帆并不觉得意外 沉吟片刻 方秦帆便说 太子殿下在西山重粮读书 颇有几分中阁孔明在卧龙山公庚一般 倒还愉快 洪志皇帝沉默了 半赏才说 朕希望他在西山能学到东宫学不到的东西 秦家明白朕的意思吧 方秦帆点头 此时洪志皇帝倒是失效的 朕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大明的天下将来迟早是他的 朕让你做少战士 目的自是不言自明 你好好地做 朕希望你像教导欧阳志一般的对太子 这臣妾 啊不 臣做不到啊 方秦帆有点懵逼 教导欧阳志一样 他脑海里瞬间浮出 未来明武宗皇帝像个二货一般呆滞的坐在谨慎殿里 无数大臣们唇枪舌剑 然后他老半天绷不出一个屁来 方秦帆想了想 脸上露出几分苦恼 却还是说 其实欧阳志这个人 在臣的门声里 天分很糟糕 学问也很粗浅 臣一直看不上他 陛下 臣说的是食言 认臣的 洪志皇帝凝视着方秦帆 眉头皱了皱 所有人都将欧阳志当作宝 你方秦帆倒是厉害 将人家当草芥 可看方秦帆如此认真的模样 洪志皇帝竟有点心了 然后大抵 洪志皇帝心中颇为震撼 这方秦帆恐怖如斯啊 见洪志皇帝不言 方秦帆便接着说 不过请陛下放心 臣定当尽忠之首 洪志皇帝不禁微微一笑 你还是没明白朕的话呀 为天子者 首要的是宣德 作为德才兼备 德在才先 朕的意思是 朕希望太子能够像欧阳志那般 拥有高贵的品德 方秦帆忍不住说 陛下 其实臣的德行比欧阳志要好 欧阳志只要从臣身上 学那么一点点德行 他的德行 比起臣和其他门生而言 不过二二啊 是吗 洪志皇帝不知可否 朕也会观人的 朕以为朕糊涂 方秦帆心里忍不住吐槽了 陛下这眼里劲儿居然还好意思说会观人 我方秦帆三观其正 为国为民 谁忍不知啊 谁忍不小啊 此时 洪志皇帝目光一冷 你在富匪阵吧 方秦帆 不让古事的连忙摇头 没有 臣是个愚中之人 富匪君上的心思 连想都不敢想 臣心中只想着陛下 红恩浩荡千秋万代 洪志皇帝露出微笑 只是这微笑似笑非笑 他定定的看着方秦帆 说在此时 外头竟有宦官从从而来 说 禀陛下 刘公 谢公 李公 会同兵部尚书 马文生 求见 洪志皇帝不禁一政 略感惊讶 怎么 又去而复返了 洪志皇帝虽是感到狐疑 倒是不忘又对方秦帆说 记得朕的话 太子在西山若是不老实 你这少瞻事 也是择无旁贷 话音落下 再将刘建等人 宣进暖阁之中 刘建为首 几个人进来 都面带微笑 刘建说 臣等貌美 只是刚出去不久 却撞到了通正司的人 听说又是辽东的奏报 还是欧阳修传的奏本 臣等在想 既如此 不妨亲自送与陛下 臣等也想知道 这欧阳修传的奏报之中 所言何事 大家都很期待呀 虽然其他人都在吹捧欧阳志 可锦州称如何守称的经过 依旧没什么头绪 既然是欧阳志所报来的 欧阳志肯定会大书特书一番 关于坚守锦州的第一手资料 而今锦州之为一切 无论内阁还是兵部 现在都是很愉快呀 如是重负 公务上的事情 也不怕耽搁 这一时半刻了 洪志皇帝一听 顿时也来兴趣了 带着笑意接过了作数 他须须看下去 表情却又古怪起来 眉头深深皱着 可有时却又舒展 似是竹字竹句 因而看得很慢 两久之后 洪志皇帝一脸震撼 楠楠说 此字 真君子也 君子 方济帆一听君子儿子 心里就哆嗦了 脑海中不由自主 冒出一个人物 越 越不群 对于君子 方济帆印象不是太好 比如 那个完蛋的刘大夏 不也曾经号称是 红志三君子之一吗 方济帆可没看到他像君子 世上的事情 真正坚守道德的人 就绝不会四处嚷嚷 可一旦四处嚷嚷 让所有人都认为你是君子 那么只能说明这样的人会来事 一个会来事的人 算是真君子 这样说来 我方济帆才是真君子呀 这是我心里苦啊 心中的道德和正义感 逆而不宣 不为外人所知罢了 谁又见过我方济帆 逢人就说自己仁义道德吗 没有啊 此时 刘剑下意识说 陛下 这奏书之中 红志皇帝 这才猛地抬眼 说 奏书之中 列举许多人的功绩 从指挥和颜 寻暗立善 再到中关王宝 几乎这锦州 他欧阳志能叫得上名字的人 统统都被欧阳志列入其中 唯一没有被列入的 恰是他欧阳志 反而他还反省自己 在兼壁亲眼时 害死是三名百姓的事情 这不是报捷的奏书 这是一份请罪的奏书 请罪 众人面面相觑 方启凡第一个反应就是 老师人哪 刘剑摇里摇头 苦笑说 真是个忠厚的人哪 倘若不是何颜等人的密奏 或许在陛下和老臣等人心里 单凭这份奏书 他欧阳志不但无功 反而是有过了 马文生也是君子 和刘大夏一样 都属于洪志三君子之一 他突然发现 刘大夏没了 这洪志三君子变成二君子 二这个词听着 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现在似乎 一个冉冉的君子 疼疼升起了呀 他不禁也甚欣慰地说 和颜的作书 是直接发往兵驳的 事先肯定没有必要 和欧阳志阎明 这欧阳志不肯彰显自己的功劳 大功堂前 却能克制自己 反省自己的果实 臣不及他 谢谦一时感慨说 死等忠厚之人 老夫是许多年不曾见过了 反是争权夺利的小人 见得多了 这欧阳志的德行 老臣 佩服 李东阳则是若有所思地说 臣倒想起一件事情 就在达大人袭击锦州之前 欧阳志也上过一份奏书 当时他人为言轻 臣虽然看过之后 直接拟了票 乘入宫中 可能陛下也没在意 直接送到司礼剑 数职高阁了 这份奏书 若是臣还记得没错的话 也是请罪 说着兼臂轻也之事 他愿一力承担 方启凡眨眨眨眼 现在他倒是没有吭声了 却仿佛 一下子发现新大陆一般 论起装逼 自己竟不如欧阳门声 果然圣人说得对 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洪志皇帝甚有感触 倘若朕的臣子 个个如他这般 三性无身 绝不与人争功 也绝不推诿自己的过失 这才是我大明之幸啊 历朝历代 有才者如过江之计 可德才兼备者 又有几人呢 欧阳志 足以担当朕的负心之臣 下旨吧 命汉林修文 经表欧阳志 命人传朝天下 贤史闻之 这意思是 向天下人表彰 欧阳志的功绩和品德 也等同是将其列表为表率 使其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刘剑等人也是感慨万千 幻海臣服的久的人 哪一个不是早就看清人性了 虽然表面上不说 可心底深处 多少也都知道人心险恶 而欧阳志就如一道光 瞬间是暖阁之中的君臣们 为之称赞和赞赏 这样的人 真是不多见了 你可以笑他的愚蠢 不懂得趋利避害 不知人间险恶 不知变通 可无论如何 对于这样的人 最终你还是得肃然起敬 因为这样的人 你是无法做到像他这般的 洪志皇帝抿了抿嘴 说 有这样的门声 想来就会有这样的恩师 方继帆 你做得很好啊 深深地看了方继帆一眼 似乎洪志皇帝眼底满是欣慰 他有些放心了 就算方继帆的品性 到欧阳志那打了个对折 方继帆再教导太子 太子的德行 在方继帆这再打一个对折 那也有两成五 欧阳志那般的德行 这足以让洪志皇帝欣慰了 洪志皇帝深深地看着方继帆说 系主 朕方才说的话 方继帆有点看不懂洪志皇帝的眼神 是佩服自己呢 还是佩服欧阳志呢 啪啦啪啦 这样的问题多想无意啊 方继帆老老实实地说 陈尊质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四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